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先生买些书 回家后又将书转交给儿子 白天与道也争气 靠自己努力学习功课 比起童年孩子只强不弱 陈氏见儿子发奋用功 心里十分高兴 做工更加卖力 且说这日 陈氏拿着一堆未改的衣服回家 没等走到家门口 就跟隔壁周五后碰个正着 周五后道 有 陈家嫂嫂 拿着衣服要做何事啊 陈氏目光闪烁没搭话 周五后朝陈氏身边凑了凑 说道 别以为我不知嫂嫂给人做工 这段时间你赚了不少钱 若我把此事告诉刘大哥 陈氏吓一跳 连忙哀求他不要瞎说话 周五后嘴角掀起一抹糊涂 道 只要嫂嫂答应和我做成好事 我定会帮你保守秘义 陈氏本来十分抗拒 架不住他煽风点火 最终为儿子答应其要求 直到黄昏 陈氏才从周家出来 正撞见收摊回来的刘土富 见妻子衣衫不整 他当即明白怎么回事 先是暴打陈氏一顿 随后抄起杀猪刀直奔周家 揪起周五后衣领 怒道 砸碎你好大胆 竟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周五后下个面无吐色 情急之下说道 刘哥我错了 但你有所不知 嫂嫂背着你整日做工 赚来的钱不知给哪个野男人花了 闻听此话 刘土富放开周五后 转身回家找妻子对质 边问边答 一旁白天与不仁母亲受了 冲过去阻止 哪知刘土富像疯了一般 抽出杀猪刀贺道 兔崽子 我杀了你 说罢正宇回刀劈砍 陈氏狂儿自有危险 红了双眼和丈夫扭打起来 打斗过程中 刘土富不小心跌倒 头撞到桌角当即身死 好笑不巧 杀猪刀扎进陈氏脖子 白天与望着血流不止的母亲 哭喊道 娘 娘您怎么了 臣氏微笑道 儿啊 娘走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念书 白天与哭道 娘 您放心 儿定不负您所望 臣氏死后 白天与怕惹上麻烦 立即上报衙门说父母发生口角 二人打斗是发生意外 他故意引去母亲丑事 为其留了名分 周五后倒也失去 对此时只字未提 不过在白天与心中 以拿他当作恶人 后来 白天与发愤不强 短短几年就考中举人 一时间名震通许谢 不少人觉得白天与能忠状元 纷纷来讨好 其中就包括周五后 白天与唯独不带见他 见未来状元也对周五后冷眼相待 百姓们也开始挤对他 没多久他变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道 一天周五后期不过便去西日好友家做客 朋友倒霉嫌弃他做了顿丰盛韭菜招待 酒过三巡 周五后怒道 你说他有什么了不起 我好心巴结还给我整这一套 朋友倒 我说老兄 你怕不是忘了当年和他母亲的丑事吧 周五后文言面露愁容道 爱 你提醒我了 倘若将来他珍重壮 岂不得找我报仇 临近深夜 周五后才回家 路上他一直思绪不念 心想语气等死 不如先下手围墙 如此一锅便是半月 周五后始终没等到报复机会 直到一天晚上 机会终于找上门 且说这碗大雪纷飞 不疑会便染白了大地 此时 周五后宰家盘算对策 想吃雪天前有白家 一不做二不休宰了他 就在这时 隔壁忽然传来敲门声 周五后好奇爬上墙头砍 只见一个美夫站在白家门口 白天一闻声出来开门 见到美夫也疑了 心想此人为何似曾相识呢 他问道 夫人深夜到访有何事吗 美夫道 奴家探亲到此 夜晚竟下起大雪 想借宿一晚还请行告方便 瞧他甚是可怜 白天一动了侧隐之心 忙请人进门 墙头上的周五后 见状思考许久 欢笑道 嘿嘿 我又何须杀了他呢 只须侮辱了那夫人 再嫁祸白天一 到时候叫他跳进黄河喜不清 周五后一直等到白家门西密 才悄悄潜入他家 来到屋内 周五后打开一间房门 发现白天一正在疏睡 便悄悄关上门奔定一间走去 没等开门 他就听见美夫微弱的憨声 于是进去 周五后摸到床上 冲着美夫快笑道 美人怪就怪你命不好 说吧 刚欲围棋宽衣解带 那美夫突然睁开眼睛 笑道 想不到你真来了 话音刚落 只听卡柴一声 周五后一只胳膊被声声折断 这时白天又缓缓走进屋 说道 娘啊 我们没去找他 这人反倒先找上门了 周五后捂着断笛 问怎么回事 陈氏道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 这么快就忘了我 原来 这美夫正是陈氏所变 他死后一直不放心儿子 痴痴未投胎 阎王看他可怜 便给他个机会到阳间探亲 哪知刚回来 就听见周五后要害儿子 这才和白天宇设下计谋 引他上钩 得知实情 周五后忙跪地求饶 希望母子俩能饶自己一命 陈氏冷笑道 若非你口无之拦 我不至于和丈夫双双毙命 如今还想害我儿子 不除掉你难谢我心头之恨 说吧一把掐住周五后脖子 直到他没了呼吸 之后 陈氏将周五后尸体拖到城郊 又嘱咐儿子一番便转世投胎去 此日周五后被人发现 男人吓得上报衙门 县令本想找白天宇问话 又怕得罪未来的状元 此事变不了了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